好 来关注天气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 28号开始 四川 梁山 甘洛县遭遇持续降雨 部分地区发生山洪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造成100多人被困 欺人失联 昨天下午在成坤铁路赋县一级隧道路段 由百余名施工人员及其家属被困 接警后 消防人员立即携带救援装备 前往救援 路上遇到多处他方和泥石流险情 持续的降雨 这路边上的水是非常的深 然后现在还持续不断地在吊石头 河里面的水也是暴涨 途经移隧道时 消防人员将两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现在我们正在穿过隧道 隧道里面的水已经没弄打退了 但是这是通往被困人员唯一路 今天凌晨一点多 被困人员已全部疏散到亚安汉原火车站安置 同时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搜救7名失联人员 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漫画现在从石头的诺桶 开始可以让他们缺激 中处重力开